哈 其实对于台北我是一个不在场者 但并不妨碍我书写它 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之一 不止着于实相 一个作者脑中构建的空间 是有无限可能的 真实存在的建筑场景空间分布 只是造梦的一种材料选择 而非全部 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 哪怕只作为自娱自乐 大概也会持续下去 但获得首奖这种饱满 被肯定的感觉还是很开心 很难得一个文学奖 愿意给寂寂无名的创作者 肯定的机会 台北文学奖这种纯粹令人感动 会带着这份鼓励 一直写下去 评审记录几位很厉害的评委 对这篇小说已经做了详尽的阐释 我想补充的一点感受就是 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 有某个时间段 经常坐到钢琴前面想 以后去了大学 离开家可能就要面临改变了 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完美的 我并不想接受世界 将给我设定某种轨迹 我把这种感受在小说中传递给了男主人公 写它的时候是按照我理解的三导游 及夫性格的高中生版写的 然后我看到评审记录的时候 有评委真的在提到三导 这让我很感动 谢谢